大家知道吗 最近谭松韵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理想男友 虽说谭松韵在现场没有直言是谁 但似乎字里行间都在说 王凯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友 要知道年轻时候的谭松韵是一个在感情中很怂的女生 一旦身边关系好的异性向她示爱 她就会闪躲 33岁的谭松韵也到了失婚的年纪 她自爆了自己的理想型 她公开了五个择偶标准 第一个要求是她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 就像孙悟空一样安全感满满 她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 其实这一点小编在王凯身上就曾感受到过 大家是否想起去年冬天陪伴我们的内部向风而行呢 剧中有个场景不就是谭松韵饰演的程骁被困在飞机上 当时王凯饰演的顾南亭 不惜违背规定不顾性命的上飞机救下程骁 就是画面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现在想想这不正是谭松韵所说的 我的意中人像孙悟空一般能够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其实作为一个女生 谁都会喜欢被保护的感觉 安全感更是女生所渴望的 第二点要求便是帅气 每个人对帅的定义不同 对于颜值谭松韵还是有要求的 她喜欢帅气的大男生 而王凯的颜值相信大家都了解 王凯的脸型介于裹子脸和瓜子脸之间 下巴较尖五官分布比较大气 她又浓又黑的两道一字眉 是其面部最为突出的色态 大而圆的眼睛 双眼皮 山根较高 将两道浓眉和肉头鼻较好的组织协调在一起 王凯的人中略长 M型上尘略翘 双唇稍厚 综合来看 王凯既有男子汉气概又不失秀气 帅气的眉宇间透着敦厚老成之气 妥妥的美男子 第三点要求是不为美色所获 谭松韵看重的其实就是忠诚感和专一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 如果要找一个同行 一定是要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而大家都知道 虽然王凯出道多年作品不断 但感情却处在多年的空窗期 尽管多年不恋爱 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感情经历 她曾在节目上说 她的初恋是在14岁 那会儿正在上初二 拉个小手都会脸红 她还分享了与前任交往的细节 当初分手时她表面淡定 其实内心在滴血 但就是要装作无所谓让她看见 对于感情 王凯在节目上说 她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如果对方在平常又没过年 又没过节的时候找她要礼物 她就会觉得难以理解 也不是空门 就是觉得没必要 由此可见 王凯是有些直男的行为在身上的 关于自己多年不恋爱 不结婚 王凯知道外界一轮纷纷 她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这行择偶很特别 希望那个人能懂我 同时又要经济独立 只要是对的人 等再久都没关系 显然她是还没遇到那个对的人 自己也不想相救 另外王凯称 自己更注重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 觉得婚姻就是法律上的一种约束 她不是特别憧憬婚姻和着急 一方面说 自己期待等那个对的人出现 另一方面又说 不是特别憧憬婚姻和着急 两段话看起来有些矛盾 但也不无道理 或许王凯是想表达 她对感情很慎重 不是一个喜欢暧昧关系的人 这正好对应了 谭松韵的第三个要求 不为美色所获 第四点便是要求情绪稳定 找一个情绪稳定的另一半 是可以减轻一半的人间几苦 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能够带给人实实在在的舒适感 能够让人觉得春风拂面 安然快意 两个人互相帮助 互相救赎和互相依赖 这一点同样符合王凯 她的性格温和稳重 情绪也十分稳定 之前她就被媒体造谣 私生活不检点 不过王凯并没有选择发声 因为她知道 这些留言本就太不靠谱 而且真相最终将水落石出 当时她的这份态度 还受到过很多人的欣赏 所以情绪稳定 王凯同样符合 第五便是事事有回应 谭松韵不要求对方一定要幽默 但是一定要事事有回应 把她说过的话放在心上 更要处处为她着想 其实前面四点小编人物 还是有不少明星都符合的 比如吴磊 罗云熙等等 但要是对谭松韵事事有回应的话 小编觉得就非王凯莫属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小编无意发现 原来蓝色竟然是两个人爱的表白 或许大家此刻只是知道 在发布会上 谭松韵为王凯调制的那杯蓝色17 但是意外的是 在私下里两个人都同样的喜欢蓝色 为此两个人还有一段甜蜜的互动 在相逢而行还在拍摄期间 谭松韵有一次早上坐飞机离开下门 去工作地参加季凡希直播 就是那个抖音黑莲一群跳舞 收获了超多粉丝的那次外出 那一次她戴了一顶蓝色的帽子 在当时她的机场路透 可是刷遍粉丝广场 只因为那顶帽子颜色太抢眼 松韵戴起来十分的好看 可比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中午 我们的凯开王就发博 与松韵进行隔空互动 当时王凯特意发了一张 自己在时尚男装杂志拍摄时 曾穿过的一套蓝色衣服 并且配纹今日暖阳 宜多晒太阳的发纹 我们就是说 这像不像她的女主角外出 自己百无聊赖的晒太阳的即视感 再然后就是松韵看到 凯开王的隔空互动 特意在抖音上面 跳了一段很可爱的舞 之后相逢而行完结之后 没想到二人还有甜甜的互动 在2023年1月14日这天 王凯参加了一档 据说很好看的节目 当时王凯以一身蓝色帅气西装 高调亮相 同样在这一天 我们的松韵参加北京台春晚的时候 以一身浅蓝色唯美联衣群上台 让很多观众都不经意间直呼 好漂亮 当时小编并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 不就是两个人在暗出戳的 向我们大家秀恩爱吗 要说他们对彼此没什么想法 只是单纯的喜欢蓝色 小编是不相信的 而且小编作为15年的凯开粉 想说凯开王真的很不对劲 虽然现在我不清楚 他和谭松韵处在什么阶段 但当时的王凯 绝对是喜欢松韵这个甜美的大女孩的 因为当时他对松韵的态度 和之前对待合作对象 以及普通同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大家有注意到吗 但凡我们的王凯参加的活动 身边没有松韵的陪伴 他总是会在不经意间 展现出自己有点郁闷的一面 但如果说这次活动中有松韵在场 凯开王那里到嘴后跟着笑容 真的将爱意诉说得明明白白 况且了解王凯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不怎么发自拍的人 上次发的时间还是19年 但在2023年1月14日这天 王凯竟然发自拍了 况且这次的目的还十分明确 就是上线发照片下线 而且凯开王发的这张照片 还是之前的旧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天恰巧是谭松韵 参加国剧盛典的日子 所以凯开王 你着急下线 不会是赶着看红毯吧 为什么这么猜测呢 因为在小编的认知里 如果王凯的这张照片 是自己一时想发 那应该会在发完停留一会儿 不会立马下线 像刻意为之一样 而且也不会去刻意的 卡弹松韵走红毯的点发不是吗 之后在2023年1月28日这一天 王凯在微博发文 过完年你们胖了没有 巧合的是 发文时间点正好是松韵复工 机场路透传出的时间 松韵依旧戴着那顶蓝色的帽子 而之后松韵也微博发文 拼拼凑凑的存货 美食片 花花片 风景片 我片 这与王凯这片 你们胖了没 是不是意外的搭 所以小编认为 他们未来走到一起 真的非常的有可能 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谭松韵在采访时 说过的一句话吗 他理想中的男朋友 只有一个硬性目标 那就是对我好就好 咱就是说 王凯在片场对松韵 那无微不至的关怀 比如在片场为松韵挡太阳 夜间为松韵挡寒风 世纪中时时刻刻 都放在松韵肩头的那只手 还有拍摄街头亲吻时 两个人的甜蜜互动 怎么看都像是一对真情侣啊 所以我一度怀疑 王凯是看过松韵的这段采访的 不然为什么在片场每时每刻 都表现出松韵理想男友的模样 另外我们的王凯早在之前曾表示过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 我会先看她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众所周知 拥有着一张娃娃脸的谭松韵 她的眼睛才是五官上 最大的一个亮点 因为她眼睛就是很经典的性眼 又大又圆 会显得人很年轻很真诚 也难怪王凯会这么的喜欢她 原来松韵就是凯凯王的一中人 同样的 松韵在采访中也同样表示过 我最喜欢一个男生的眼睛和手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王凯可是娱乐圈著名的手模 拥有着一双修长的双手 所以这不就是事实有回应吗 而且综合来看 谭松韵对另一半的要求真的很高 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要求 她不要求对方一定要有钱 谭松韵也感慨 在娱乐圈中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看似你遇到很多的人 但其实工作结束后就分开了 有的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其实细评一下 谭松韵的五个择偶标准 圈内符合条件就只有王凯了 所以谭松韵采访透露的五个标准 不会是按照王凯的要求说的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小编期待看到他们最后走在一起 要求是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